点点滴电的细节 都是经过他们进行设计的其实 举个例子 同样一件最普通的这个白衬衣的内搭 我们里面很多 在很多地方包括他的 包括看到我的服装 包括他的习惯 包括还有口音什么 都是需要去准备的地方 去其实看了一些他的历史资料 对 然后包括在他说话的口音上面 也有去稍微的学习一下 刘云博士 传单都印好了 你好了 辛苦了小同志 不辛苦 不辛苦 都是有个事 我啥时候可以加入你们吗 急什么 你还小 先学好你的法语再说 我都过了十期了 从我了 见面的奥特 把看到不录头 了解 一下子就像是回到了 当初有清阳跟小平周恩来 他们那会儿在国外的时候 那种情感 这些特别优秀的人 这些人的名字 然后我觉得是应该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这一代未来的希望 所要去记住 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信念 就是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包括对祖国未来的美好 憧憬 他们为了这样的信念 可以不顾一切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 是